Hello 大家好 我是環宇 上本安格斯 是不是很久沒有見我呢 有沒有忘記我呢 我們這個環境是不是很熟悉呢 沒錯 我們現在在江門東站旁邊的合景領峰項目的售樓廠裏 為什麼今天我要來到這裡呢 因為我們最近收到這個發展商的通知 他們現在有一個最新的付款計劃 非常之著數 但有多著數呢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要現場找個老友去解釋一下 我們一起看看 Hello Mason 很久沒見了 你又發了訊息給我 說有個新計劃很著數 有多著數呢 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的合景領峰 可以做到一個香港直貸的貸款 非常之吸引 直貸 即是在香港直接辦就在香港銀行搞了 沒錯 我們這一邊當然需要客戶的資料 如果我們要審批的話 我們要經過兩個審批 一個是初審 一個是最終的審核 那要提交什麼資料來做初審 初審的話 只需要提交他的身份證的福音件 提交給我們 我們審批的話 最快兩個小時就可以出到結果 即是身份證就可以初審了 沒錯 如果初步審核之後 我們就需要準備資料 即是已經初審通過了 我們需要什麼資料呢 身份證 還有他的三個月的量單 簡稱就是收入證明 還有一個三個月的住意證明 即是這些其實都是最基本辦案要求的資料 沒錯 然後递交上去的話 大概一個月到一個半月就會放款 給客戶的了 這麼快一個半月就放到 沒錯 沒錯 那他是直接放香港的嗎 是 直接和客戶 直接對接的這個 是放香港的銀行 是的 我們香港銀行有可能是恆生 永龍 渣打 等等 或者是匯豐等等這些銀行 當然 都是大銀行 但是現在沒有說一定要劃死哪一間 幾間都可以有機會 沒錯 這個就要視乎客戶的資質問題 如果他的流水的話 超過兩萬元 我們怎樣去借款 借多少呢 肯定要看客戶的流水 客戶如果是兩萬元的流水 我們按照他的年收入的1.5倍去計算 年收入的1.5倍 譬如我一個月兩萬元 我一年就二十四萬元 1.5倍就是三十六萬元 三十六萬港幣 這樣計算嗎 沒錯 如果的話 他更加高的話 最高可以借到八十萬元 其實現在香港銀行 都有很多這些貸款計劃 各式各樣都有 那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的話 他最高可以借到八十萬 這個是其次 而且他批判快 利率 利率的話 按照香港的還要低 1.8至3厘之間 1.8至3厘 這樣真的很低 是的 香港現在的平均利率 大概都是2.4左右 因為如果我們正常的客戶 如果考慮按揭的時候 在國內的銀行 現在基本都是5.9或以上 是的 如果他有1.8可以借到舊錢出來 或者計算數 三分之一 是的 而且你看看合景檸峰 是的 一間29平坊 複式兩房的雙鎖匙單位 我們看單位的話 總價都是48萬左右 48萬左右 是的 48萬左右 如果的話 客戶只需要 那他可以借到多少錢 例如48萬 打個比喻 如果客戶是2萬元的流水的話 借36萬港幣 折下人民幣的話 可能是30萬左右 這一邊的48萬 即客戶只需要拿15至18萬左右 是的 但是剛才你又提到 他的放款是一個到一個半月 其實發展商在收錢 我們說的Payment 那個期限 是不是都可以配合他那個放款的時段呢 沒錯 發展商都願意配合的 是的 總價都是48萬左右 客戶只需要拿10多萬出來 就供香港 其實這一邊也計劃了一個月供幾錢 是的 如果他借36萬 其實他的月供是大約多少錢左右 我們這邊供5年的話 他的月供大概是6648元港幣 但是這邊有租收的 是的有租收 我們這一邊最高收租的話 其實是4000多元 我打個比喻 是4000元租金 即是保守一點 4000元左右 只算港幣是4826元 相當於客戶到時候 只需要供香港的話 大概是1800元 即是貼1000多元 吃少兩頓飯 看少兩場戲 就已經可以擁有一個複式的單位 還可以做業主 還可以收租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輕鬆計劃的意思 是的 沒錯 如果這個再詳細一點 我們其實也有材料會放出來 或者你可以聯絡我們環宇相本的同事 我們可以再詳細地解釋給你們聽 我們一場來到 近來有沒有什麼損貨 有沒有特價盤 我們現在公寓現在主推是29平方 複式兩房雙鎖匙的單位 收租的話 一樓 剛剛也說到4000元租金 基本上租金回報是11個點 11個點 是11個點 即是現在其實我們也有酒店公司 會做這個包租服務 沒錯 那我可以來到 有沒有選擇一個筍單位 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現在計算了一間公寓的9樓的單位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9樓的實室 現在的話 一次性分期三個月的底價 就是我們現在48萬左右 48萬左右 到時候找回環宇相本 還會有額外的discount 這個9樓 但其實大家記得 這個是Lawf複式 所以9樓其實是正常的住宅 十幾樓那麼高 所以這個大概 就是剛才我們打的例子 就是48萬左右的總價 如果當你是2萬元 月收入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就可以借到36萬 當然如果你那個 月薪的工資水平是再高些 你可以再借多些 封頂是80萬 如果他賺四五萬一個月 可能他完全不用拿錢出來 不用拿錢的了 直接供香港 直接純粹可以等於全供 所以這個真的很重要 如果有一個收入基礎 可以的話 就可以不用錢 不用拿本田出來 借銀行的錢 買一層樓 然後再有這個包租的服務 用這個租去抵工 沒錯 但也抵不了 好像工六千 剛才他們計算工六千多元 收了貼少少 吃少兩餐飯 貼少少 貼千多元 就可以擁有一個單位 做業主 再收了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公寓 我們也有住宅項目 住宅有沒有些 筍少少 住宅的現在計算了一個中高樓層 89.9 交稅也較少一些 不夠90平方 我記得了 這個89.9非常實用 對 南北對流 雖然比較低色 但實用率非常高 如果詳情 你可以看回我們之前的YouTube片 我們也有介紹過這個版房 是的 這個單位如果做一個香港直貸 相當於是零首付 零首付 即是夠借 是的 夠借 三十多萬的首期 我借了三十萬的情況下 相當於我自己不需要拿錢出來 剛才我忘記問 我們剛才介紹那個輕鬆的貸款計算 它是分年期 是分幾長年期去還的呢 我們這邊分的年期是五到八年 五到八年 即是可以縮短一點 是的 五到八年的 另外還有沒有單位可以介紹 現在也計算了一個六棟的單位 八十一平方的 這個就是八十一 是的 剛需三房兩廳一位 是的 摔下來都是大約一百萬 一百萬出頭 多一點點 一百萬十 一十萬鬆一點 是的 一百零十萬左右 一百零九 是的 相當於如果客戶想做一個首付的話 其實都是零首付 香港借錢 是的 詳情可以跟我們環宇順盤的同事了解一下 聽起來真的好像挺好處的 因為這個貸款計劃 原則上它不是一個mortgage 即是不是一個防抵押的貸款 所以沒有關係的 我們可以另外很輕鬆地借到這筆錢 來給這個首付 是的 變成我們業主如果想買的話 可以不用那麼多流動資金 用銀行的錢去買 是的 沒錯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謝謝 拜拜 大灣區這麼大 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流本花多雅暖 自助投資 哪裡好些 有什麼陷阱 有什麼中复位 想知道多些 試多些 可以隨時上我們公司 和我們最主要的團隊聊聊 我們在廣告新界 深圳和江門都有分點 可以說總有一間在左近 記得關注我們環宇順盤的YouTube Channel Facebook Website 以及WeChat微信公眾號 我們最新的市場消息 熱賣的順盤 或者折扣優惠 就有第一時間通知到你了 千萬不要錯過我們環宇順盤全港首創的 360全景上帝之一 投資前看真些 勝算是嚴高一些 我們GC高部環宇順盤 食落全城的港人服務 一條龍跟進倒梳樓 總之選擇知識 包你暗記